据报道 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的巴特利特地区医院17号发表声明称 一名医护人员16号在这家医院接种新冠疫苗 注射10分钟后出现眼睛浮肿 头晕和喉咙发痒等症状 随后被送往急诊室注射肾上腺素 并接受药物治疗 院方表示 其症状不属于过敏反应 在经治疗后 这名医护人员康复出院 据悉 这已经是巴特利特地区医院第二次发生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 据美媒报道 此前一天 一名医护人员在巴特利特地区医院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在注射10分钟后出现呼吸急促 并伴随心率上升 脸上和身体出现红疹 经过药物治疗后 情况逐渐稳定 目前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报道称 这名医护人员此前并没有过敏史 巴特利特地区医院方面表示 医院共有近400名医护人员要求接种该款疫苗 截至16号 已有144人接种疫苗 目前 医院方面已将两起接种者出现不良反应的相关数据反馈给美国疾控中心 上周 英国两名卫生工作者在接种该款疫苗后 也出现类似过敏反应 英国卫生官员警告称 对疫苗 药物或食物有严重过敏反应时的人 不建议注射这款疫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